好,大师答问时间,继续在科学园 是 科学园答问时间 好了,这些问题有些都是与科技有关的 还有与经济有关的 第一条MT去问,请教大师 现时银纸可以乱发,以前在金本位的时候 假设一个国家的资源很多 他想挣发货币,但黄金又不足 可能开采不足,怎样解决? 现在我答,还是你答? 你有没有答案? 我好像新成识语言无形估计 导致一些答案 其实是这样,这些问题我小时候 大家忘记了,经常以为我是做科技 我本科其实也是读经济的 这些问题,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都天天想,天天去接触这些问题 尤其是我们都叫做资加哥学派 就是张五常的原因 资加哥学派其中最厉害的就是 制度经济学,以高斯为首 对不对? 张五常 还有另一个就是忽利文的货币理论 其实这些是货币理论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简单来说 我没有大师那么熟历史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之后 我觉得他没有能够解决的 因为当时是不知道要解决的 第一点,第二就是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 历史上也会发生的 其实如果他真的没有黄金的话 如果真的走金本位的话 其实就结果是通缩的 其实我都怀疑很多时候 我看到很多的经济所谓的循環 或者一些大的,譬如你说萧条 或者大的衰退也好 其实我都很怀疑是货币的现象 而不是真的有循環 现在的人很多时候都会这么说 很多时候 现在是说现在是什么 我知道现在那些人去读历史 读了旧历史的时候 读了旧历史 读了旧历史 即是现在的明朝也说 是因为明朝的经济会出现在 美洲的白银过去明朝的时候 我再说一句 不要说这么远,古代 说近一点 其实1929年的时候 当时中国据我理解 它是没有受到大萧跳的影响的 经济会更好 为什么呢? 其中一个原因应该是 它是银本位 所以它是没有影响的 我间接回答你的问题 后来 他们根本是什么 后来美国用了 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律 大约三四年左右 总之就是搞中国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基本上 这是柏林克的研究结论 所有当时没有加入金本位的国家 基本上是受到大萧条的影响很小 而且美国怎么那么大事 就是因为它基本上最迟退出金本位 当然历史政治上有另一个说法 就是因为打二战 所以搞定了 就是脱离了大萧条 但是这是另一个 但是我个人来说 我比较 就是如果说大萧条 我比较相信柏林克的说法 好 那我讲讲一些基本的状况 一些基本事实 比较深入的基本事实 第一就是什么是本位 好的 本位 what is the standard 是 你拿会不会金本位的意思 你会不会拿金出来找数 嗯 你不是 那些叫做 gold as currency standard的意思就是 你拿出来找数 那张是一张银子 还是一张银子的金 你才是金本位的东西 it represent金 所以你就是金本位了 ok 那问题就是 你需要不需要十足的储备 现在我们的美年本位 对 就是 现在我们的联系会的制度 就叫做 US dollar standard ok 对 那就是说 你和那些人掛勾 ok 但是 我们会得到一件事就是 联系会不会爆 照计如果你和那些人掛勾 我们都是一对一 我们都是你拿一元来换回一元 但是 因为可能做了很多 pap pap了很多钱 ok 于是乎 你做了很多leverage leverage 因为它有multiplier effect 在后面 因为你印了一元 就是后面 后面的成数效应会大 所以你也是会爆 ok 于是乎 你会从美原本位 于是乎你会得出一件事 你的美金 其实是相同的一件事 standard 和 as a currency 是完全不同的 ok 于是乎你就会是 你会是 你会是 唱了它 接着之后 所以你基本上 你会不会发生 刚才他说过 我都不记得他问 我会发生什么 他说如果国家资源 不太多 首先 尤其是国家资源有 无论多足够 你会不会爆 ok 明白吗 这个是很基本的 就是说爆 只不过你可能 你会发生一个金融危机 你还是会支持不住 就算你金本位 就算你有充足的 你有充足的储备 你都会支持不住 不要说没有充足 没有充足就会支持不住 对不对 就是说 其实就算你有充足 你还是会守不住 ok 所以解答了大半个问题 对不对 就是说金本位 不是你心目中的金 这样转 或者之类 你是转到 currency 你转到 currency 你转到 currency 才叫 standard 你不是黄金 你不是黄金 大家一起拿黄金出来 你自己控制不了 这个就是 你拿比特币找数 譬如阿根廷 比特币找数 你自己控制不了 货币的空间 现在你可以控制到的 对不对 你本来的货币 控制到便控制不了 所以这是另一个概念上的问题 第二就是经过金本位 大家知道在后期的时候 布里断心灵会议之后 大家都在做金本位 大家就对美元 喜欢那些很复杂的东西 就是你的理论 ok 很好 你又试试拿去当时的时候 1960年的时候 你拿一张文字去銀行 我想换金 他给不给你呢 对不对 你是银行吗 大哥 傻你 我不跟你对 是 即是你说的 基本上有几种不同的 standards 即是三种 不如这样说 正如你拿7.8港元 都不可以去金管局 拿回美金给你 没错 因为他的协议是跟银行 其实如果严格上来 有一些协议 只是跟国家 举一个例子 当年 这个是 我其中一个老师告诉我 当年在 Citibank在香港 因为你联系汇率 那时候还没有说是 Range 就是7.8 总之Citibank 没有联系汇率之前 有联系汇率的例子 有联系汇率 但是那时候不是Range 它是7.8 就是对上对下 现在是双向的 当然Citibank的炒房 因为它始终有些Range 你偏离了 即是梁感冲 我不知道是梁感冲 总之是炒房 它就去炒Citibank 它去炒这个港币 总之在那里做了一些Range 因为你7.8 你偏离了 就跟你又沽又买 结果香港政府打给Citibank 他说你炒东西走远一点 其实Bank已经是跟金管局 已经我储备 有几个一元美金 就7.8元 是这样印出来的 但其实它是直接打电话 给金管局 所以打给Citibank 老实说你炒东西走远一点 就是这样 所以不是很理想的 他说的 我说的 那件事 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这个观众 他对金管委的理论 是没有认识的 所以才会问这个问题 你只要知道整个系统之后 那个问题 那个问题 那个问题就不存在 所以我们不需要解答他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科普 因为老实说很多人 凡是 我留意过的 我发觉 我说我的 比如我说一些科技 和Gary那些 好的好的 没有什么人去骂 对不对 很少会受到那些 大家没有什么去批评 但是 凡是一说到货币 一定会有些人出去骂 但是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其实我不太知道那些法律 但是我这个很熟悉 因为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很多人都觉得 这些东西其实是很 很普通的 但是其实也不是很普通的 刚才听你说也不是很普通的 正如是韦来 你也叫做经济学博士 或者东西经济学石头 他说些是乱闻的 他说什么是铸米税 或者什么 你用美金的话 就铸米税给美国收 对不对 你费阿根廷的话 你就将这一笔钱给美国了 对不对 就是他们这些很基本的 譬如是那时候孙柏文在说 孙柏文不要说 我说一个例子 例子 他说是美元对黄金的比价 黄金和白银是比价 是 所以白银会升上去 是 这个问题就是 他是 可能是1600年那时候比价 但其实他不知道黄金和白银是比价 以前是1比2 在雅典时代 1比2到1比8 1比16是一直跌下来 如果你对那些货币的知识 有些基本的知识 你会看一个很长的历史 你会知道理论 所以本来《货币密码》第二集 是写储备的 就是 《货币密码》第二集 就是想说这个 储备 比价 或者 那些叫做 那些叫做什么 那些叫做什么 为什么这个货币会取代这个货币 这个货币会取代这个货币 这个货币会取代这个货币 就是想挑战弗利文 那些货币会取代这个货币 但是已经整理了很多个货币 这个是另一个问题 幸好是中国不关事 那时赵紫阳是见过他和张五常在一起 但应该没有听到他怎么办 今天平均就这么多了 没错 这个答案就这么多了 多谢各位